祝爸 与祝同心奔向 世界一集 无辜礼拜堂组成 19间教会的约书雅团队 18年来结合国际CCMN 西方小组宣教网络平台 鼓励教会年轻人 参加跨宗派海外短宣队 在祷告 游戏团队建造培训中 激发宣教热情 从中培育更多的宣教士 因为我们约书雅团队 很特别的就是 由我们拆派出去 然后拓荒的 或者拆派出去执堂的 宣教的血液的确都在 我们每一个堂会的主任牧师的身上 我们在耶稣亚团队 那只要每一次有宣教的聚会 我都会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 并且担任同工 让他们在那里可以感受到宣教的火 那每一次有短宣队的时候 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去参加 我也让弟兄姐妹常常知道 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持守以教会为本的跨文化宣教理念 约书雅团队透过教会年会 短宣及拆派宣教士 不分教会大小 在宣教路上同行 到今年8月止 拆派了22个宣教士 在8个国家宣教 我希望我们约书雅团队 我们要非常愿意成全 只要愿意去宣教 神感动他们去宣教 我们就愿意花时间来成全他们 我们很愿意就是彼此互相支持 我想听众牧师都已经有讲过 如果是这个教会 我拆派一个宣教士出去 但是因为我们是伙伴教会 其他教会可以当这个宣教士的后妈 可以当他的二妈 可以当他的三妈 愿意用金钱来支持这个宣教 包括他回来的时候 可以到教会里面来分享 其实宣教士不是叫做他没有果效 而是他的果效可能比较需要长远来看 所以像我们的柬埔寨的宣教士 他在那里18年感谢主 他已经把当地的童工兴起来了 我们在印度的宣教士也去了15年 本地的童工也兴起来了 18年前 乌姑礼拜堂拆派到柬埔寨的 第一位宣教士阿瓦跟琳达夫妇 教会用祷告奉献 采派短宣队跟阿瓦同行 度过疾病危机 建立椰子壳饰品工厂 兴起当地侍奉团队 从这个我们的需要里面看见 弟兄姐妹就是很愿意付出 很愿意摆上 那除了我们教会里面 其实谢谢人们网络这个教会 也全力支持我们 我觉得在宣教这路上一路走来 真的是不会觉得很孤单 就是弟兄姐妹跟我们走在一起 那种感觉 我们想到我们20年的愿景是什么呢 我就想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成为 莫拉维亚弟兄会 莫拉维亚弟兄会在18世纪 他们的宣教士的比例是12比1 就是12个信徒就有一个成为宣教士 甚至那个清晨多夫 后来自己都成为宣教士 然后为主殉道 凭借宣教DNA 约书雅团队未来20年的意向 就是坚持开拓同奔地极 持续开拓职堂 并采派跨文化宣教士 完成大使命 以上是Good TV新闻中心 新北采访报导 一起同奔地极 对 新北采访报导 周童 学生